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差点 搭不上高铁 看一下今天 谁要跟我一起去嘉义 阿姨女士 阿姨出油就是要从包包里面 倒出一个塑胶袋 装自己家里的招展 这次受到嘉义市政府的邀约 要来开箱十家家式好店伴手礼 与刘女士进行一场 两天一夜 只靠伴手礼活下去的 嘉义伴手礼马拉松 我之前去大学的时候 会跟一个朋友去旅行 去Seven买88块的那种地图 感觉很慢的图形 这次也打算用看地图 不看Google map的方式来旅行 然后我就买了一本地图 买了之后好像有人买错 为什么 之前我是一本小本可以拿在手上 可以翻的 但这个呢就是貌似是有点买错 直接买到一个全开嘉义市地图啦 好我们现在呢要出发去吃早餐 但是 因为我们刚刚说要看地图来游嘉义嘛 由我们的地图手 刘女士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前往 东区新生路655号 搞到了耶在这边 这么快 在这边新生路 65号呢 可能在这吧 我们现在在林生东路 然后在没有在这边带转 我们就是直走在左转 然后不要不要走地下道 从旁边直走在左转 好 那我们出发咯 好出发 這邊右转 這邊右转 OK 嗯 嗯 這邊怎么变文化路奇怪 好左转 林生东路是外面那一条吧 左转还是最强的 左转 左转 哦 我觉得是右转欸 你觉得是右转? 右转 外面那条是林生东 因为我们从那边切进来吧 右转 嗯 我觉得是右转 因为我们 好啊那你走地下道不然下不去 上球 立 刚刚走要上球喔 你怎么越来越远啊 中校路 博爱路 我们整个彻底的路走 欸我就我们问人好了 大哥请问新生路怎么走啊 好 直走 好 好 那就是新生路 OKOK 谢谢 首先先来品尝一下 伴手里马拉松第一站 许家班糕饼铺的冰鎮绿豆糕 我的饭如果它就是太干的话 哦 我们老板都会倒茶 甜奶太棒了吧 谢谢你 谢谢 好像在家 倒杯我家吧 然后我感觉很像 很像闹亲戚家 很像闹亲戚家 现在是一个芝麻馅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优雅的下午茶行为 整个地方是在早上10个半进行 时间有点挫置 但是不影响有点头干 好绵密哦 真的消息有点干 但是配茶之后觉得自身大火 我们现在要去第二站爱慕村了 后面的刘女士正忙着看地图 我比较难找 那我们有办法吗 用爱找路 那我们现在要往那边走 对往那边走 好哦 还好平常很有爱的精神 顺利找到了爱慕村地方文化馆 一进去就闻到了浓浓木头香气 也顺利取得今晚吃饭的餐具 健康无毒快木石器 但本人对同去的地方毫无抵抗力 于是 最喜欢有游戏的地方了 会有小孩在这边躺 会有小孩拿着褲子 会粗糙 我们要去传说中的林聪明砂锅鱼头了 有女士要再度挑战看地图 可是她家刚起 已经偷看了Google Map了吧 没错 下一站就是大家到嘉义 必吃的林聪明砂锅鱼头 一抵达现场 直接被人潮给振责住啊 原本想说拿来小聪明拌面礼盒 就要闪去不知名的小角落 用热水壶煮来吃 没想到店长竟然霸气的说 要不要吃饭 可以吃肉 可以吃肉 都可以吃肉 没有啦 这个太好吃 我这边就简单弄个肌肉汗 刷过菜给你们吃的 吃一下再去别的地方 下一 想要看 我看你们 程度啊 饿的程度啊 专业吧 谢谢店长啊 不客气 刚刚看到外面大排长龙的 真的是感谢你耶 谢谢谢谢 你想要既然可以不用排队 直接走到林聪明的VIP室 好好吃喔 还好 嗯 真的好多耶 我最近发现一个 吃到好吃的东西会生气的人 在一个韩国综艺节目上面看到 他每次吃到好吃的东西他都 哦 我也是那种吃到好吃的东西 会显漏痛苦的表情 示范一下我吃饭表示好吃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吃完林聪明已经饱到不行 但伴手离马拉松是停不下来的 怀着感恩的心 我们来到郑芳芳咖啡 准备吃金沙古早味棒蛋糕 当下午茶 大姐 坐楼 坐楼 好期待 待会 待会 好期待 好期待 我跟你说是吃三分之一就饱了吧 这很扎实欸 有种介于 就是那个 那個婚禮的大碟跟棒蛋糕之間 中西合併的感覺 來我要擠 我要擠你幹嘛 老闆拍了一張我的照片印出來說要請我簽名 我整個誠黃誠孔 啊怎麼簽得有點醜 手張簽名照 老闆簽好了 好 謝謝 可以嗎 可以啦 讚啦 謝謝 你會掛在哪裡 上這邊好 放市長旁邊好 放市長旁邊 我的地位會不會太高啊 我們這個伴手禮馬拉松之旅 越來越瘋狂了 我們從原本的一家 到現在已經四五家了 請看一下我們的 機車龍頭 這像是一個來旅遊的人嗎 雖然下午茶天色也賤暗 雖然飽到聲稱吃不下任何東西 但晚餐我們可是打算一口氣吃掉五家伴手禮 根本最後的晚餐 不囉嗦 我們繼續穿梭嘉義來到這家文青肉店 他們入選的伴手禮非常有嘉義的在地位 就是這個紮實又新鮮的火雞肉貢丸 這也太浪漫了吧 你看還有一朵迷迭香是怎麼回事 顏龍 那要是沒有迷迭香好不好 我們就會用方向萬壽菊 萬壽菊是嗎 萬壽菊的部分我們也是略懂略懂 不能再聊了我們還要去拿晚餐主食 阿榮師啤酒鴨 這就是那個禮盒 看起來有點霸氣 然後裡面就是我們丟他的家庭裝 他是大概可以八人份 等一下八人份 對八人份 我們等一下只有兩個人要吃 除了八人份家庭裝 還有一個問題是 欸等一下他結冰的 對啊他是完全結冰的 那你們就 應該還是可以直接煮啦 沒問題 我們剛剛決定就是 不讓他退冰就整塊丟下去煮 但是呢 吳副總說 阿榮師說不可以這樣 我們是加入啤酒跟很多的中藥材 雖然叫啤酒鴨 可是他是不會喝醉 完全不會 你可能要連續喝50鍋才會喝 好濃的胡椒味喔 好像喝出啤酒了吧 對 有點像無酒精飲料 對對不會有酒味的 有點想要取消等一下的行程怎麼辦 雖然八人份的啤酒鴨已經夠驚悚了 但嘉義人真的很熱情 很怕別人餓到 吳副總還叫廚房準備了幾道菜 讓我們帶走 菁花蝦炒飯 然後蔥油餅 我跟你講一定要吃 你炒飯可以不要吃 蔥油餅一定要吃 好好好 沒問題 超好吃 咖哩軟殼蟹 天啊這看起來超好吃 怎麼辦 這也超好吃 然後底下有個青菜 就這樣 好 不躲 不躲 太實人笨 出發前原本便尋不著晚餐開火的地方 但幸運的是 後來在IG上 有位熱情粉絲 願意出介他家的院子 於是我們帶著卡士爐跟鍋碗飄盆 浩浩蕩蕩來到了他們家 我們今天晚餐呢 很幸運的找到了一位粉絲 願意借我們他們家的庭院 要我講講就好了 翔哥嗎 對都可以 翔哥OK 感謝翔哥出介場 我妹 這是妹妹 對對對 貝貝嗎 你好你好你好 那個有QR嗎要少 你們家有時間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現在是裡面大會 裡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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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拿了一個 中式大爆炒鍋 你告訴我這是能裝什麼 使用前一個小時 要解凍 我們剛剛已經跟那個老闆確認過 把他割開 他說就是直接整塊丟下去 雖然他爸不同意 但是我們OK 目前還是一大塊冰塊 而且我們還為了 讓他加速解凍放了一點不行的 不行的水 阿榮斯 阿榮斯 阿榮斯原來很好 本次所使用到的伴手禮 花花這個筷子 跟這一大鍋啤酒鴨 還有待會呢 吃飯的時候會搭配這個 異辛加釀的原味甘露醬油來使用 我就全丟囉 大家應該很餓吧 餓餓 餓餓 好 哈囉 要不要吃魚頭髮 這個就留給你們了 好吃喔 真的好 好吃 綠豆高讚 姐姐等一下要不要來吃一下啤酒鴨 她吃素 對齁 什麼軟和絕真的好吃耶 來幫我撐一顆 來 來 今天是幫我撐一顆 哈哈哈 它是兩個 雞肉飯上面的肉的味道 有共和口感 然後有雞肉飯味道的 哈哈哈哈 拌麵來了 哇 麵放中 天啊 太拼了 天啊 而且本來超為我亮的 我傻眼 謝謝你 謝謝麵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是因為是妹妹煮了所以特別好吃嗎 哈哈哈哈 所以以後要等你妹妹煮才可以 沒有沒有沒有 醬油吃下一次 在這一刻 醬油我看是黑豆 我看是黑豆味 吃黑豆跟鮮油一樣 在這一刻 可是夾的時候一直聞到這個檜木味 檜木好香 好香好香 那你們有逆向行駛了嗎 什麼逆向行駛 我一點不懂 為什麼像那種裡面 都要寫一個汽車 然後左轉右轉直走轉 那個 因為就是 單行道 那是給汽車的 因為機車 都可以騎 因為我們剛剛在幹嘛 所以我們要去騎 隨便騎都可以 隨便騎都可以 我還想說 我會很認熟 我們就在這邊 還在拜訪嘉義 單行道 所以你們還繞了一圈 然後說 欸 單行道 不用不用 最後我們跟翔哥一家人合照了一張 結束了快樂的趁飯到里長家 本人快要不醒了 我已經從 昨天 也沒有那麼稀耶 絮狀 今天還有兩家伴手禮跟三餐要吃 怎麼變成一個美食煉獄啊 最後兩家伴手禮 一家是三鴿肉乾 一家是奮起福米餅 十家伴手禮馬拉松 終於結束啦 我們現在在嘉義樹木園裡面 最涼的樹木園 要在裡面吸收一些分多金 然後享用我們的伴手禮 欸 我蠻喜歡這裡的耶 這裡也很酷耶 我看到四中間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不覺得很像在什麼國家公園嗎 對啊 往上一看 這樹高的令人敬畏耶 很激然洋山區 剛剛我們本來是想要在 幽靜的森林當中 進行一頓野餐的 所以我現在怎麼有一種 像是在植物園裡面 被觀察的感覺 呵呵 蜜末很好吃耶 這個米餅 沒有吃不正味道 不是覺得它竟然有點太大跳 呵呵呵 這好香喔 前進的伴手禮到現在 你肚子還好香 嗯 啤酒鴨我是蠻喜歡的 你餅也很不錯 你呢 肉乾的 你選肉乾嗎 真假 好被老闆的故事感動 嗯 你不能夾蛋私人情感啊 哈哈哈哈 我會覺得好感動 你覺得好像被雨滴到啊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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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大哥直接叫我們趕快收一收 這樣子要看一下這個魚有多大 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我每次都會有聞到一點那種 妙禮拜拜的味道 很像想老闆一整次 嗯 他會 呵呵 好香喔 聞到呢 嗯 我聞一下 好 你聞齁 不是這樣子聞 不是這樣聞 現在我們是聞到煙 哦 我們要聞 他的那個 煙的 尾端 我們把煙這樣子 把它散掉 後來這樣子把它散掉 你會讓它分多些 高級廟裡拜拜的感覺 好浪漫喔 我會在嘉義的大麻路邊 看人家打雨球 然後點塵箱 然後點塵箱 傳說中的塵箱 那是很厲害是不是 這箱 外廟裡都會放這樣 你會被老闆罵 兩天一夜的嘉義伴首領馬拉松之旅 很快的到了我們最後一個行程 天已經快到黑了 剛剛有看到一點點夕陽 我看到上面有人 天內 有一個 真的是可以上去耶 看來是好 我們要上去 後面那個攝影桃 太漂亮了吧 雖然這次旅程中 充滿各種不幸 但卻在最後一刻看到了絕美的夕陽 溫度非常舒適的微風 輕輕吹在臉上 我們兩個都安靜了下來 只是靜靜地看著久違的夕陽 在那一刻突然有種 啊 這不是工作 是旅遊的錯覺 最後看著天空 依依不捨地變黑 請旁邊的國中小妹妹幫我們拍照 她非常客氣地接過手機 拍下這張照片 啊 佳儀 你怎麼能不喜歡她呢 我心愛說 這張照片 對我應該不喜歡 我們還有一件事 想請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